姚名是我国篮球界的标杆,姚名身高两米二十榴,在NBA中曾经也是独霸一房的巨人。 在2002年的NBA选秀大会上,姚名以撞秀身份,在NBA的修斯多火箭队选中,姚名在进入NBA后,摄速的成长起来,姚名与当时的联盟第一中风奥尼尔在篮球场上互报的画面,一直在NBA中流传至今。 虽然姚名在NBA中没有夺的NBA总冠军,但她仍让中国球迷为之骄傲,虽然姚名是球迷们的骄傲,但是与姚名合影,往往成了大家一件尴尬的事情。 下面我们就来娱乐明星与姚名合影什么感觉,吴亦凡不像一米八七,姚名最乖巧,娱乐明星范冰冰与姚名合影,虽然范冰冰身高一米六十八,在这种场合下一般鞋子会再增高一些,但是这些距离距离姚名还是相差很远。 冯小刚与刘德华站在姚名身后合影,强皮的华仔还摆出了剪刀手,虽然照片上看着三人身高差距不大,但是令人尴尬的是,刘德华与冯小刚两人都在姚名身后高了三个台阶的台子上站着。 不得不说,刘德华和冯小刚这个小聪明耍得让人差点看不出来。 下面我们来看看教主陈乔恩与姚名的合影,陈乔恩近身高一米六五,姚名则是两米二十六,抛开高跟鞋高度,姚名要比乔恩高出半米之多,姚名是真的高啊,身高一米八十的邓超和孙力,林书豪等人与姚名同框,超哥这个身高虽然说一米八,玉平,长人相比算是不矮的了,但是站在姚名旁边,却是一点显现。 也不出来,NBA球星林书豪站在林书豪身旁,也是相差甚远,姚名这身高在NBA也是真的巨人,神经演员,歌手的吴亦凡,官方身高一米八十七,这样的身高在普通人群里边绝对是大个子。 但是与麦迪,姚名一比,吴亦凡这身高真的不像一米八七,影视明星杨幂与姚名同框,虽然姚名高,但是杨幂选择了坐下与姚名合影。 不得不说,身高差距问题解决了很多,姚名在姚名身边想鸟一人的感觉,还真都很光巧。 影视界的大佬成龙与篮球界的大佬姚名站在一起,成龙大哥虽然身高不算高,只有一米七十三,但是站到姚名身边,显得真的矮了许多。 又到了曾志伟与姚名合影的时刻了,两位明星的这张照片,让人不得不说,摄影视是真的顽皮,或许是角度问题,曾志伟和姚名都不受,但是两人站在一起,却让人感觉毫无违和感。